继续回到发达港场的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传email给我们 身边的嘉宾都是Stanley在和我们聊天 Stanley早晨 你好 不如跟大家跟进一下 今天升得比较多的股份 想和你特别谈谈就是1913 Prada 升风有6.5%,最新去到47.9毫半 昨天看到它纳入富时香港指数 这个消息都炒起了 股价力创了去年8月上旬以来的高位 问一下你,Prada这款还可不可以炒高线理由? Prada都比较特别的 它走势都是突然间 近年上线资料到现在为止都是 你见到股价其实就可能没有特别表现 这段时间没有特别表现 但一升的时间即是急升 好像这两天为例你见到都是 突然间好像之前的时间都是 好像两个月之后突然急升上来 即是几次都是这样 当然今次你见到公司本身 亦都是因为纳入富时一个指数 当然不仅是它 其他几家公司都是 亦都是因为这个因素 另外股价也有个 比较强的表现 但当然在公司本身 其实之前 即是上年的时间公布了 头三季的业绩表现 其实都是不差的 我记得他当时可以说是增长了 都说是七成多的 所以变成了 业务发展上其实是不错的 尤其是它本身其实是两个 比较大的品牌 可以说那个表现上是相对比较出色 所以亦预计公司在之后的时间 即是很明显的目标 那个客户 都可以集中在内地为主 亦都是在内地方面 你都知道现在 一些人有钱多的时候 都是不断买一些高档的品牌 亦都是Prada可以说是其中一个 必然的选择 所以变相其实都会对 你说Prada在长远的发展 尤其是内地方面的发展 应该相对比较有利 但只不过你见到它的股价 这两天其实都真的升了不少 你看回图比上的话你会见到股价 当然你说去沉默来计 第一天受到消息刺激之后上了来 今天再升其实就不过程度上 反映可能一些基金经理 如果你是追踪着负持指数的话 都可能要换换的行动 或者要再缺乏多些的股份 你觉得不足为奇 但问题就是这些升势 我觉得就比较难去持续 尤其是你看Prada本身的股价 其实都不是说真的便宜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到这些位置似乎都要先休息 而且你见到它今天 最高的时间 今早上升上49.1这个位置的水平 如果你拉远一点看的话 这个价位 就已经迫近之前 上市后的高位 大概是上年7至12分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 单凭这个因素似乎就未必能够 令股价有一个长期的增进表现 但当然它那个 长线投资价值也是存在的 但似乎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觉得都是先等它有机会 回调到44元左右 才再考虑 好啊 刚刚看到消息 就是关于Prada 就说到 全内地方面 减车资品的入口税 不多不少 这个消息都有些帮助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一种高档的消费品 或者名牌的话 会不会也有个效应在这里 刚刚说到税务上的优惠 当然也对个别的公司 特别是车资品方面 一定是受惠的 但要留意一下 当然你说看车资品的市场 其实内地的发展 空间是相当之大 尤其是你知道 内地方面 其实很多 我们都可以叫做富二代 其实那个 消费方面 其实是很强的 消费以后是相当之强 所以变成对车资品 其实在内地的发展上 似乎可以说 那个远景其实是不错的 不差的 但问题是 你看到个别的车资品 比如一些豪华汽车的销量 在这一两个月 其实是跌了 就是差了 反映了 似乎我们经过 很多的调控措施 尤其是 房地产 你看到房地产的 时度开始 放慢的时间 似乎都是影响 都说是影响了 个别的消费者 一些消费意欲 这个 消费模式会不会改变 其实都要再观察 但譬如说 你对一些 高档市 尤其是 比较贵的车资品 刚刚说到汽车 其实那个影响性 相对比较大 特别是你看到 现在我们都 开始不断鼓励 就是说 用一些自主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 即使车资品 可能是个别发展 你说刚刚说到 汽车方面 其实我自己就有保留 反而你说 这些手袋 这些都是车资品 但可能比较 便宜一点 不像车 那么贵的 我觉得受的影响 反而相对比较小 OK 谢谢Stanley 这方面的分析 之后想和你转看 另一只股份 今天升得比较凌厉 升接近一成 那么多 就是82号 第一视频 昨天来说 亦公布了公司的业绩 可以看看情况 看到它截至去年底 全年的收益是增23.8% 去到9.5亿元 而顺利是增接近14% 去到3.71亿元 每股盈利14.72先 而派末期息是0.8先 也是减派0.58先 而每股会送一股红股 当中的收益方面 电信媒体业的业务的收益 反而跌1.7% 而这些彩票相关的业务收益就升13.5% 最令人关注的 就是手机业务方面 贡献收入为3.2亿元 年增是有109% 都相当灵敌 问回你意见 亦都看到 今早的消息 就说 获准分拆手机业务的方面 可以上市 问一下你 这一只的前景 是否可以先看 本身是第一视频的业务範团 比较广泛 不然近年 近一年 他比较受关注的地方 就是一些手机的 游戏的发展 特别是和Angry Bell 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间公司合作之后 其实大家都预计得到 将来在这方面 手机的游戏发展 那方面的市场 其实 可发挥的空间 相对比较多 特别你拍到一些比较知名度 比较高的公司的话 都变成有利 这个手机游戏方面的发展 但是当然 你说这个市场 本身是否 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是很大的 这个相对比较长线来计 都是OK的 但问题也有关注 手机游戏本身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但是这个手机游戏本身 其实竞争都很大的 很多时候你登录完一只机游戏之后 其实未必会玩 很快就不玩了 没错 可能又不玩之余 而且你会见到 其实 出了新的游戏之后 你可能会玩新的游戏 所以你说 看回这个情况 常看的话 其实那个竞争 都真的 很大很大 就是比较大 当然你说 如果一只游戏 真的跑出来的话 你的发展就真的会很好 就好像 分得了一样 所以你说 他说 面来的发展 我觉得 不会为差 但问题是 行业本身 都面对着 比较大的 见证的情况 所以 你说今天 今天来计算 第一时分本身 也是因为 业细比较理想 派红股 还有分拆业务的消息 亦都使股价 有一个比较 不错的表现 但始终 第一时分本身 其实 股价表现 都是比较反复的 你看到股价 如果拉近一点 你会看到他的股价 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都比较反复 当然今天升上一成多上去 一个三枚 这些位置 只不过是重上 之前前几个高位的位置 你会看到 股价今天来的 虽然曾经 升上去一个三枚 这些位置的水平 但你看到 其实都似乎 到这些位置 升上去之前阻力的位置 之后 都没什么力 好像再上 所以我反而觉得 如果有货 如果你看到短期里面 突破不了三枚七这些位置 我觉得反而要考虑 可能先前行 或获利离场 等他有机会 回落到过二岛的时间 再继续 好 其实Angry Bird 听闻 好像有个 FIN Party 好 这一节 差不多了 还有时间 不如说多一点 不如看看 一些今天升幅 比较劲一点的 男手 第一位 有司折环球 編劳330 第二位 白例国际 升幅有2.6% 最新是13.24% 白例最近股价都很强劲 Sandy 没错 但我觉得似乎是 最落后的情况 特别是 既然国家政策都说自己来需 所以都不排除 因为这个因素 让股价比较不错的表现 但问题是 公司本身 之前那些销售的情况 其实真的做得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就 你见他的股价 相比之下 都是跑输了 就是跑输大市 你见到今年的情况 其实 今年的情况 表现 股价都没有太大的 叫做得 比较 不是太理想 所以就反而 我觉得你说他的股价 可能升上 13.5% 这些水平的话 似乎都会面对 阻力都比较大 所以我建议 暂时公问一下 好 谢谢Stanley 我们要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就可以接听 交亭观众的电话 有东西想问我们 欢迎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 叫做E-mail 给我们